今天看起來好像有一些生命控 所以我們稍微介紹一下平常我們可以各種 要用一些方便工具到我們今天的這兩天做事情跟討論比較方便 有一個通知很新的網址在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叫做hack.gb.tw 那今天所有的相關的資訊跟工具基本上連這邊都有連結 那你現在想送電視的話也可以撐現在 那主要主要幾個比較重要的是一個是旁邊這邊有一個專案報告登記 如果你今天想這幾兩天有想要報告想要跟大家分享想要挖坑想要點坑的東西 基本上這邊有個go.tack 那這邊都可以填 你可以參考一下別人的格式在這邊 那另外今天 因為今天大家可能會四三個離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有一個討論的工具叫做slack 那如果你之前不知道 之前不知道的話 你會有個網址叫join.gdb.這類的 你到這個網址的話 這邊你可以輸入你自己的email 然後你就會收到一封邀請請就可以加入gdb的轉世聊天室 那這個家庭不是只有這兩天在運作 他每天都 他平常隨時上面都有人 所以平常你的專案的討論啊 或是一些其他後續的一些研究啊 一些交流 其實都可以在上面進行 那這是今天 這是今天大家可以先 等一下可以先申請一下的 這樣的話 導致等一下就不會漏掉一些訊息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部分是 這個很常用的handpad 這個東西大家最近很紅 大家應該有聽過了吧 那因為 你要協作的話 你不能夠 其實滾水上講的話 其實很多資料都會流失 所以呢 基本上 gdb的很多專案都會在這邊 寫下他們的討論的 最近做的 最近開發的進度啊 討論的內容啊 各種的專案 其實這邊都有資料 那所以 如果今天是 不管是來挖坑還是來填坑 其實你都可以在這邊填上 不管是 如果是來 今天是來做方便的做東西的話啊 你可以來這邊填 寫上 找到你的專案的那個 連開之後 寫上今天的進度 能將後續的也可以點用 那 這個網址在這邊 等一下也可以點一下 OK 好 那這邊 旁邊還有一些旁邊 因為今天 是資料朋友園會嘛 好像有一些比較不是 其實本來就有一些不是功能失任的 那所以 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到底要做什麼的話 你可以找 你可以在這邊有一些非資訊的人參與 或是 或是其實你乾脆直接來找我 我就幫你 我就幫你找到 找到事情 找到知道你想做的事情 該怎麼樣去找到人幫你做 OK 那 這邊 另外最後來就是 這邊有一個余慧守則 因為 今天大家主要是來 主要是來 王坑鐵坑來解決問題的嘛 那所以其實 有時候 就是要注意一下 大家要互相尊重 比較有一些 太offensive的事情發生 好 那大概是這樣 這什麼東西 好 那基本上今天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後面沒了 所以基本上 今天的教學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還好沒有挑出offensive的東西 對 嚇死我